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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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Ella Huang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RCD的Shanette YouTube Channel 我好像沒有試過用廣東話做這個節目 所以我很興奮 除此之外,我也很興奮 有我的同事在一起 我同事Tom Tank 大家都很熟悉他 Tom就是我們Program Director for Programming and Services 今天他會來到 和我們大家說一說 在RCD,在9月到12月 所做的有什麼活動 Tom,你好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很高興 今天可以和大家 用廣東話 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RCD Program 是9月到12月 這段時間 所有的我們常識的 這些活動、這些教育 不用緊張 放鬆一點就可以了 因為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Tom 他的First Language 不是廣東話 不過他真的學得很好 他廣東話說得很好 不過我盡量不笑他 有時我們自己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笑他 不過我們這次不會這樣做 所以Tom,不要緊的,你盡量說 如果你說錯,我會改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好,沒問題 我們9月 大家都知道 自從疫情以來 我們RCD的很多活動 都轉了做Zoom 或者做網上 我們9月份開始的活動 有什麼特別呢,Tom 9月份呢,我們準備 多開一些關於 In-Person的活動 In-Person的意思就是 你們自己可以參加 青山到我們的辦公室 到你們的活動 去參加這些活動 9月份呢 會多開一些這樣的班 還有呢 有些活動 可能是混合 在一起 煲骨 Zoom 和這個In-Person 是一起去參加的活動 我們等一會 會上次介紹這些 什麼活動 都挺新榮的 這樣 我們都可以聊一下 究竟In-Person是怎樣 我知道呢 在7月份的時候 我們已經嘗試了一個 親身來到我們的中心 來參加的一個 小型的派對 這樣 成績好像都不錯 現在就看看我們 我都很想知道 因為我都知道很多會員 都時常問我們 什麼時候可以來中心參加活動 他們很興奮 那或者你可不可以給多一點 資訊關於 他們親身可以來到參加的活動 有哪幾種呢 嗯 你講得很對 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青山參加活動 叫Restart Party 還是重新開始 犯RCD的這個Party 這個Party呢 是星期二下週 和Games Club 在同樣時間 那麼我們都要 不少 這個 我們的Members 回來來參加 這個Restart Party 那麼 9月份呢 我們會有其他 In-Person的 這些 Activity Classes 會重新開始 大家都知道 我們 RCD的活動 有兩種 第一個呢 是叫 技術發展 技術發展 還有一個呢 是 recreational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是 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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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技術發展 呢 我們最主要有 English Class Computer Class 有一個 iPad Class 還有 Mom's Language Club 還有一個 是 Life Skills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方面的 Training 那麼這個幾個 都會有 In-Person 這個Activity 說到 講這個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我們有一個 最受歡迎的 這個 Creative Arts Class 這個呢 我們有很多義工 都已經 準備 已經籌備 都已經準備 都已經準備了差不多了 也希望大家 回來可以參加 這個 Creative Arts 是手工班 還有呢 星期四 我們準備 開班 Table Tennis 打叮燈波 所以打叮燈波 跟以前一樣 我們會設置這個 Table 擺這個 叮燈波的桌 在Activity Room 裡面 大家可以隨時參加 隨時 跟我們一起玩 運動一下 還有一個 是Mom Dance Club 我們 會員的媽媽 家長的媽媽 都會參加這個 Dance Class 他們會要骨種骨養 自己會有興趣的 這些跳舞 這個活動 到星期五 重逐 九點半至十點半的時間 這些都是 自身的參加活動 他們除了跳舞 都好像做體操 看到 做體操 身碎身汗 嗯 對 剛才你說的派對 星期二 這個派對 你說繼續 什麼時候繼續 現在是 星期二 下週 兩點半至三點半 時間一樣 這個名字 我們改了 本身叫Restal Party 現在我們改了 叫Social Party 社交派對 社交派對 沒有跳舞 最主要是社交活動 不過我聽他們參加過的會員說 他們好像有食物 是嗎 對 我們有這些飲品 小小飲品 我們準備一些披薩 或者小點心 讓大家玩一下 看來一下 交流一下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放鬆一下 可以相互交流 參加這些社會活動 當時的活動 好像他們同時間 跟Games Club一起 對 Games Club 在Zoom 那裏 他們在這裏 都不可以參加嗎 對 Zoom 我們跟Games Club一起播放 所以我們會設置一個 鏡頭 設置一個 TV 在這個活動室裡 這樣 有這些 Members 在Room裡 可以同時參加 Games Club 同時看 或者是同時參與 都可以 都很有趣 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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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開 Zoom活動 Zoom活動 還有什麼 其他 Zoom活動 在9月份會做呢 Zoom活動 我們現在正在行 就是有一個 星期一 最有名 最有名 叫做 Tom Talks 你主持那個 我主持的 每次會講 不同的題目 不同的有興趣 這些話題 不同的新聞 大家可以來參加一下 這個 通過Zoom 來和大家交流 Zoom ID 這些帳號 我們都會提供給大家 星期二 有一個 Social Party 跟Games Club 一起 下面 有一個 叫Photo Fun Club 星期四 我記得 星期四 有一個叫 Photo Fun Club 下午兩點鐘 下午兩點鐘 這個呢 我們以前 在七月之前 也非常受歡迎 這個是新的 這個活動 我們的Dave 會導致大家 參加這個Photo Club 我記得 好像上次 有很多會員 他們都出去拍了一些照片 跟著在那裡分享給大家看 還有很高水準 是呀 這些我都是出乎意料 本身覺得 大家可能自己都沒有信心 拍了之後呢 就聽我們的 有些 Experience 這些Photographer 跟我們點撥一下 水平 看高就很快 你就會有更加多的興趣 這些旁邊看著的人 看到這些照片 你都覺得很興奮 所以 這個大家都 非常非常之 很歡迎 很歡迎 希望 九月份 大家就可以一樣來參加 也是通過Zoom 都很方便 你可以參加 Zoom 去看這些照片 即是我們可以分享給大家的作品 那星期五呢 星期五有什麼玩 我們有一個很少歡迎的 傳統的 一折輪 ongoing 這個class 叫fun exercise class 是做exercise 不過 也不是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不是很激烈的 不是很激烈的 但是 也有很多 體能上的需求 體能上的需求 不過大家都做得到 不是很艱難 不是很激烈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鬆 初初開始 Walm up 然後就開始做運動 最後我們會 Stretch 然後再呼吸 方面的放鬆 所以大家都可以 跟著 過得到 也有很多很多 Members 都來參加這些 也有通過Zoom 很方便 我們有very experienced 這個Volunteer 會領導大家 所以不用擔心了 就來看看 Thomas 剛才我們說的 親身來到中心參加的活動 就有英文班 我記得英文班 好像以前也有幾個不同的Levels 今次我們九月份 會開什麼班呢 英文班 但是星期一 我們會開下週 一至兩點 會有一個 Fund with words 這個是in person 我們最多是收六個人 這個是叫Fund with words very basic 就是 好像學生字一樣 對 用這些字 Vocabulary 相比比較簡單 如何使用這些字 Level比較 basic 星期三 下週 1點至2點 有一個叫English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就是講話 就是會話 會話 當然 因為複雜 用簡單的 這些句 或者詞 讓大家相互交流 講一些 topics 大家講一下說話 很簡單的conversation 可以這樣講一下 對 讓大家放鬆一下 這個也是in person 星期三 下週1點至2點 還有星期五 是2點半至3點半 我們叫Reading and Writing 這個小小水平要高一點 需要你的寫功能 和讀功能 需要大家相比之下 要高一點的英文水平 我們叫Louise 主持人的英文水平 希望大家來參加 那也好 由最基本 剛剛去到會話 再加下寫作 都幾齊全 對 不同的程度 剛才你有講過 有一個hybrid 有兩樣都有 有網上 又有親身的 好像是做那個relaxation 那個鬆弛班 那這個是怎樣做呢 嗯 relaxation呢 是星期三 上週11點至12點 Dave呢 是我們的office裡面 activity room 會 lead the group 這個是in person group 他會做這些meditation relaxing 或者做些stretch 或者聽些music 放鬆大家 大家可以onsite 可以practice 可以follow 那還有呢 我們同時 通過zoom broadcast 給大家可以參加 他observe 可以follow 你在家裡 自己放鬆 自己聽我們的office裡面 怎樣做 你跟著怎樣做 也可以在家裡放鬆 這個呢 就叫hybrid 這個format 大家通過不同的方式都可以 是啊 那挺好的 因為在家裡又可以參加 如果他想親自來到我們中心 又可以參加 也可以 是 湯 我知道你最近參加了一個訓練 一個領導員的訓練 是一個facilitator training 是領導一些這樣的課程 好像那個課程叫做 I am and am plus emotion and momentum plus 嗯 我知道呢 這個我們就在九月份 就會做這樣的訓練班 這個訓練班 其實最主要 是一個自我反省 自我醒覺 自我發現的一個課程 嗯 雖然呢 我們最後是針對 可以找到事情做 嗯 但是其實也不是一個就業訓練 不是完全未到那個階段 在之前呢 我們就做一個那個叫做 self exploration self discovery 是自我發現自己的長處 的優點 或者是什麼東西要改進 好像你呢 就最近做了那個訓練 做那個那個 帶領的那個 這個課程 有什麼心得 你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嗯 因為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training呢 我們center 已經有其他的staff 已經在運動了 我們希望呢 有更加多的staff 可以support這個team 現在呢 我就剛剛完了這個training 那我的心得呢 就是覺得呢 有時候呢 我們以前找工作呢 就直接去找 就是 學會什麼 啊 趁個training啊 趁個skills 這個技能的提高啊 什麼 其實呢 前面呢 去做這些之前呢 還有很多的準備工作 包括心理方面 包括你自己的情力 confidential confidence and also potential 我們自己可以發展出很多的前列 前列 前列出來 其實呢 你都沒準備好這一步呢 你直接去找工作呢 會很創促的 今天我們的這個training呢 就是幫助大家 可以自己去develop 可以發展你的前列 準備好你的心理 準備好你的物質上面的東西 在各方面啊 還有創新上面的東西啊 或者是看一下你周圍有什麼資源啊 這些東西完全都可以 準備好之後 最後去找工作呢 你會覺得很confidence 很有信心 很有你的 將你的目標可以實現 然後你可以走回這個community 重新 找回自己的career 你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那個邏輯都很對的 因為其實這個呢 不是說只是什麼人 其實每個人都是需要的 我們在找工作之前呢 究竟自己想做什麼 可以做什麼好些 那這樣的 如果可以有自我啟發 自我反省 都挺有用的 嗯 非常非常有用 那如果他們想登記呢 那就可以找我們的同事 Louise Dina 或者是Tom 因為這個課程呢 就在9月14日就開始 之前呢 我們會有些 要有個面試啊等等 如果你有興趣的呢 或者是想知道更多的資料的呢 就可以聯絡我們了 那麼 那麼 一直以來 尤其是今年 那麼 因為做了有疫情之後 我們就做多了網上的一些活動了 那麼 那麼 我們就增加了一個 RCD YouTube 那麼 在RCD那個YouTube的平台上面呢 我們有做兩個最主要的 的Stream 就是不同的方向 一個呢就是 Get Good At 那麼一個呢就是 就是RCD ShareNet 那麼 或者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有少許改變呢 嗯 關於這兩個 你知道有多少的改變呢 或者你告訴我們 你知不知道呢 嗯 現在我們RCD的YouTube頻道 現在對著兩個節目 第一個是 Get Good At 那麼 在9月份呢 我們準備暫時停一下 暫時停一下 因為他們要調整一下 他們需要整理一下 或者準備一下 到10月份呢 我們重新再走回 就是Resume 那麼我們會準備得更加好些 是的 這些 topics啊各方面的 準備工作 大家做得好些呢 給大家一個全身 這個感覺 這個是Get Good At 第二個呢是ShareNet ShareNet ShareNet呢我們會繼續 在September呢 我們9月份 我們會繼續 不過這個時間呢 我會改了少許 9月份未改 10月才改 10月份 10月份 9月份 會改 9月我們還是做兩次 就是星期一 和星期三的1點鐘 嗯 只做一次 只做一次 就是這個 要少許的安排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活動 所以需要挑戰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改動 嗯 嗯 剛才你說了這麼多活動 需要登記嗎 要不要交學費 是的 這些free的活動 或者是Zoom 你不用登記 你參加就可以了 那麼In person 你都需要登記 都需要過來和我們拐身 因為我們的任數是控制的 所以不可以隨便過來 可能人太多 我們就不可以進來 所以最好 打電話或者發電話 給我們的Center 屏幕下面 有我們的聯絡方式 包括我的聯絡方式 都可以通知我們 跟我們講一聲 我們會安排 相應 做出相應的安排 我知道那些Zoom Activity 雖然都是免費的 也都我們歡迎大家來參加 沒有人數限 但是好像因為他們都要登記 因為他們拿不到那個 Zoom ID 是的 Zoom ID 或者用什麼密碼來加入 是否要找你呢 也可以找我 不過前提就是 你們一定要註冊 我們的MEMBERS 這樣我們會提供你的ID 和你的PASSWORD 雖然是免費的 不過這些PASSWORD 我都會提供給你們 不過記住 一定要註冊 我們的正式會員 或者我補充一下 如何註冊 做正式會員 我們RCD Richmond Center for Disability 最主要是提供服務 給有殘障的人士 任何殘障都可以 也不需要特別證明 自己提供 的話有 我們就可以了 你登記的時候 第一次登記 是5元 但是因為2020年和2021年的時候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將5元的RENUE 的費用 就減了 免缺了 所以今年可能 大家都已經自動 當選 做我們的PASSWORD 所以你都已經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但是我們估計 2022年下一年 我們都會重新登記的會籍 是有5元的會費 但是如果你在10月的時候 今年10月 你登記 所以你要填一個表 我們有Registration Form 登記了之後 明年的時候 我們通常做法 就是10月份登記 會籍一直到下一年的12月 超過了一年的長度 但是剛剛2021年 我們說了 我們是沒有收會費 所以如果你早點通知 我們填了一個會員 重新登記的表格 你又不需要 我們仍然會豁免會費 一直到明年12月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情況 你也可以打電話來查詢我們 差不多都說了 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們需要關注呢? 因為現在呢 這個日程的情況 不是太明朗 政府呢 現在要重新開始提高 這個限制 提高關於大家的 大家的這個 戴口罩的 這個要求 這些安全措施 這些安全措施 所以呢 我們中心呢 也很小心 也非常注意這些 特別是對這些 in person 這些 activity 大家來我們的 center 我們都非常需要 大家配合一下 參加這些火情呢 我們任務呢 控制得比較注意些 小些人 小些人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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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早些註冊 我們可以知道 多少人會過來 另外呢 累了過來呢 都需要 有這些 控制的措施 比如說 要戴口罩 牽著你的手啊 我們整完火情之後 會清這些台 消毒這些燈啊 都會有適限 這些都是有實際的要求 萬一到了九月份呢 情況正會變得很差很差的情況 或者是政府要有新的現階的 要求出台呢 我們萬一需要取消 這些in person 這些activity 和classes 大家都理不到 我們呢 就想辦法 立刻我們會轉到Zoom 去online 大家一樣可以參加 到時呢 請大家和我們 報仇聯絡 萬一有什麼變化 我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 嗯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以隨時 聯絡我們 或者打電話 直接給Tom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個BC省政府 已經宣佈了 是需要一個 叫Vaccine Card 要打了疫苗 才可以來參加一些室內的群體活動 那麼我們RCD呢 是其中的 都是需要有這個Vaccine Card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就盡快去打疫苗 打疫苗呢 在合乎資格 拿到個Vaccine Card之後呢 來到參加我們的活動呢 這樣就保障大家的安全 嗯 那麼今天我們差不多都說完了 那麼如果有什麼資料 你想知道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 所有的以下的連結啦 那或者你有什麼 有什麼評語給我們 或者有什麼題目想知道 你也可以通知我們 放在下面的留言 就可以了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跟大家說 拜拜啦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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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